我現在講一個我自己的故事 剛才大家都搞不清 廚師怎麼來 你們都說大學時代開始 布憲 不對 我高二就被布憲了 好 這件事怎麼發生 高中念嘉義高中 你高中的 高中 我就要看報索 也有一點有一點點正義感 那時候還沒有政治意識 也不是什麼東話 都不是 有一次看到報索 是要怎麼 當時的嘉義市長 叫卵志聰 有一個這個人 他的岳父涉及草地痞 報紙寫了一個小小的 好 我就很想起 體育課的時候都拿著報紙在那邊 下面大概七八個人在聽 我在那邊 好像在演講 這樣 沒了 沒了就算了 第二堂課 我們那個主任教官 叫做張冠武 就從外面把我叫到那個辦公室 說來 有一張用十行紙上面寫了 兩大罪狀 第一個 那個體育課的時候批評政府 上一堂課而已 上一堂課 講的話 說在罵政府什麼養了什麼貪官 污吏什麼的 第二個說這個人想要籌組反政府組織 他叫我寫一個回過書 說寫下去你就沒事了 我頭上說寫了你就開始了 我就堅持不簽名 回過書堅持不簽名 你知道那個張冠有什麼態度 他過來二話不是說 去背小花把他扒下去 塞一個 我一個禮拜都聽 老師在講話都聽不下去 到現在還有耳鳴 被封得這麼嚴重 我才知道 郭民黨就是這個名字二頭很大 要什麼科醫生 做生理 國際貿易 要有政策才對 政策 政策二頭最大 我就開始 我本來是自然組 就轉到社會組 後來考到台大政治系 這個先講到這裡 那你一定很懷疑 那高二的時候怎麼可能上一堂課 教官下一堂課就知道 是誰 到大二的時候有一天 我找了大概七八個朋友 在那個龍門客棧 水餃館 都有這個地方 東門那邊 喝酒喝到一半 有一個人突然哭得一塌無睹 他哭得說他就是那個散民 你知道那個人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因為我爸媽只有生我跟一個妹妹 沒有兄弟 我把他當作像親兄弟 而且我弄什麼搞什麼反國民黨的 什麼寫東西 通通找他 非常親密的人 這個人就是在出賣你的人 這太可怕了 你很難想像說對你最好跟你最要好的 所以那個人格整個扭曲掉 我現在 我就問你是怎麼 你也知道我在幹嘛 我也不是被什麼共匪利用 被黨外利用 我就是單純的覺得 看到國民黨在Q Q才台灣人 就是這樣而已 他就告訴我 沒有辦法 他走上去就回不來 為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那個班上 高二的那一班 那個導師叫他去做這件事情 去的時候跟他說 那個某某某啊 你要不要替國家做點事情啊 我問你 高二的學生能夠替國家做事誰不要做 有一次他就 我講了一些話 又在那邊煽動 他就沒寫 給你怎麼樣 馬上上面的人 他的縣民的線頭 就把他交出來賭賣一頓 那那個人怎麼知道他 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說班上還有 除了他還有兩個人 交叉布置 一個是警備總部的系統 一個是國安局的系統 是誰他也不知道 那個他們有獎學金 一個月當時好像一千五 還是兩千 很大 你如果沒寫 獎學金也沒有 而且上面會盯你 你如果泰國完全不聽話 他說我會找個黑道來揍你 威脅利誘啊 你怎麼可能不繼續做下去 但我現在最後一個講 為什麼現在不把他抖出來 抱歉 第一個 還有很多個啊 不是一個人 如果我現在 你像我剛剛講的編年輝 那個是另外一個人 還有有些人他現在有社會地位 有工作 你跟他講的一個人身敗名裂 你不要看黃國書這樣子 他也要考慮 可能他家很有錢 但如果沒有 你是很慘的 頭髮都沒有了 他都跟你表白了 你也要給他一條生路 你現在就把他抖出來 把他全部講出來 有些 剛才有人講 現在可能是政府裡面 是國民黨的高 我告訴你 還有民進黨裡面的 民進黨什麼 還有人現在是在民進黨的政府裡面的 做很大的 你要不要抖出來 我看不要吧 為什麼不要抖 他一個人 他這一段歷史這麼長 他現在可能不是啊 他現在可能做到某一個職位 你把他講出來 他整個可能是支離破碎 我們不是講不要仇恨 我們要真相嗎 我倒覺得其實那個林國銘教授當初在採訪我的時候 我有講說其實要用一個好的方法 看起來繼續給他化名下去 其實那個化名都查出來 剛才我們那個中葉有講到 你就比對說這一次這個紀錄 有誰誰誰講的話 怎麼那一次也講了那些話 他們那個化名都你看不出來的 你都是不出來 但是 抱歉我請教你 所以那個教官 張冠武 把你選那個影響很大 害我變成黨 後來變成你變洪秀泉 你總是從此變洪秀泉 讓我變得還有很多 還有到臺大以後就辦地下刊物 可以說朱立倫今天那個化 也是張冠武的一個巴掌 朱立倫其實是我們住同宿舍 臺大南十六社 他剛才住民兵 我覺得他如果不是一個書呆子 不然就是詐騙集團 明明國民黨當時就是一個情字單位 整個國民黨就是 你現在 如果你還為了臺灣 再收集情報 我還聽得下 你現在坦白說很多東西 是收收的你變成中國的情字單位去了 我認為他不是書呆子 我認為他也不是詐騙投資 我認為他是為了權利 我的聲明說過期國民黨的不對 把大家會失禮 但是我們現在整個面對以後 要往前走 是不是這樣 你多生人 你才會走這條路 這個被張冠武教官 才去配信 影響我非常大 你看我整個腦袋就開 我整個 整體這個生意真的有 比做醫生好一百萬杯 結果為什麼一路走來走 一直走到反國民黨的路線 我覺得國民黨欺負人太甚了 我記得我大一 你去台大又開始辦地下刊物 然後怎麼又被破獲了 辦第二期就被破獲了 後來也是那個密告 高二那 同樣一個人 密告的 其實我媽媽是台灣人 小人我爸跟媽媽在上面 我媽經常罵我爸 你們外星人都來求我們台灣人 所以你台語是幫你媽 對 你做兵的時候 有什麼事情 做兵 我現在說一件 這個廖廢的文化 他我們現在在討論某個人 什麼黃國書 剛才講說什麼有三萬人 其實他那個部件的概念 無所不在 我現在說一下 我去做兵 我們三個人同時 一個是那個輔仁大學 一個中興大學 還有我一個台大 三個人怎麼同時被抽到那個運輸兵 運輸兵是很量的過 新年一個月以後 我們三個人又同時被送去高雄 準備要做船去澎湖當兵 就有一個叫我講他名字 因為他不在這個圈內 我可以講出名字 叫做蕭金敦 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 他是輔仁大學的 他跑來這邊跟我哭了半天 他說我被他們騙了啦 被他們騙的就是那個情報局去找他 說只要跟在我旁邊寫報告 他一定會留在本島 因為他的女朋友 他想要每個禮拜放假 能夠跟女朋友見面 他怎麼知道會被被 去陪他 他很生氣 他覺得他被騙了 從此以後他就說 他們叫我監視你 我覺得你以後要寫什麼 你自己講 我寫 我自己寫寫給他 寫什麼就寫什麼 寫什麼就寫什麼 寫什麼就要弄破了 我們國民都沒有太信用了 對對對